哎 是不是我一来的时候 他就对你毕恭毕敬 道歉 往我一走了 他对你态度特别恶劣呀 骂我 行了 这样小黄妹妹 我替钱盛芳呢向你道个歉 对不起啊 他呀 这是在跟我装人的 知道吗 就是他现在所有的好听的话 都是说给我肚子里孩子听的 是吧 这是拍叫 肚子里的孩子 啊 阿米莲 我肚子里有小暴猛了 我咋不知道呢 不可能啊 我怀孕的事我都当告示一样 贴满小区的 前两天我成国了 我昨天刚回来 那你就难怪了 你不知道就可以理解的 太好了 阿米莲 你怎么能怀孕呢 这人因为我有老公啊 这个问题回答的太正确了 小宝宝我是你小黄姨 你乖乖的等你出来以后 我给你买好吃的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你宝宝你真处在那个胎教阶段 你知道不 你千万别让宝宝听见别人吵架 要是遇见爱吵架的人呢 你就离他远一点 你知道不知道吗 对实在离不开 你就除了这六个弯 那个小宝宝 我刚才跟你爸爸那不是吵架 那是玩耍 对 对 宝宝 爸爸跟华姨在在闹玩呢 对对 我刚才呀 我故意倒在你爸们车前面 我挡我挡我挡挡挡挡 对 刚才我故意见了你华姨一身水 我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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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见 哎呀 还傻啊 那个这是 宝宝 哎呀 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爱好 是 你看你的老爷就喜欢锻炼身体 对 你老爷锻炼的是腿 我跟你华姨锻炼的是嘴 不是你听 红鲤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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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次脱脱脱 我这个老八五个带着 行了行了 哎呀我也出汗了 这锻炼的目的也达到了 来 这个道具我还给你 你拿着吧 哎呀不用 你拿着吧 我走了啊 那明天开始练 哎好嘞 同会儿三说 明天还紧着练呢 啊 你明天要紧着练 二每日要不在场 你还插不上嘴 谁是谁 我算看明白了 啊 但是孩子面啊 你表现的是太地道了 只要一背着孩子 你太不识东西了 是个胎教胎教是你要教育胎儿 现在我怎么感觉是胎儿教育你呢 人权背后你得表里无一 你那毛病得改 行了爸 别说他了 他改啥呀改呀 他这辈子他也改不了了 行了前顺风 你还是按咱们之前的规定 你搬出去吧 等孩子18岁你再回来吧 别说了 我错了 站住 二敏定 这事我得说你了啊 我 你是怀孕了 但是你怀孕 人家前顺风是立了汉马功劳的 说搬走就搬走了 阿姨走18年 孩子能没有爸爸吗 不就是刚才我们俩吵了个架吗 有什么呀 行 这事啊 我搬走 小黄妹妹 你可不能搬走 这事跟你没有关系 孩子是我的亲生的 要搬我搬 别说18年 38年我不含糊 是吵汉 小黄妹妹 我发现你这个人很仗义啊 哎呀 今天这件事 我对你是苏然起啊 我也对你刮不香啊 我对你俩是老体好物啊 你知道吗 小土豆啊 你可不能搬走 你要搬走了 我就孤独了 我在小区里 少了一个强有劲的对手 是哪 这段时间小黄妹妹出国了 我就觉得小区里缺了点什么 是不是 是的 我们俩之间的友谊 是常常无法理解的 他们看不懂 对 对了 我今天刚买了一个冰箱 就在哪下面 我现在让工人搬上来 找什么工人呢 找工人还得花钱 咱是哥们儿啊 这事交给我 哎 小土豆 你这样我就不好意思了 怎么不好意思的 这样呢 哎呀花钱也是我花 他有钱 哎呀我这个说 我还说你 爸爸 哎 我觉得他们俩这友谊 正常人是不太能理解 不仅是正常人 野生动物如果能理解 我都是钱顺峰的孙子 就如这样吧 我们还是去 考试 唉 不许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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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可爱 或许可爱 有两장